里面有9万或是1万5平方 找找水管卷水 当日晚上19时20分许 我们在辖区开展日常安全防控巡逻 当巡逻至安棚乡旺唐村时 发现路边民房失火 着火点防污烟雾弥漫 火势较大且有蔓延趋势 巡逻民警迅速下车赶赴着火地点 马上参与到救火中 并告诫参与救火的群众注意安全 巡逻民警将失火房屋的电源切断后 在富具民地家借水灭火 片刻后安棚乡正手的救火车辆也抵达现场 经过几民齐心协力 大火很快被熄灭 由于不就及时 此次火灾除部分家具烧毁外 无人员伤亡 最达程度降低了损失 经过我们了解到 是家里两个小孩 对电器使用不当造成的火灾 灭火工作结束后 民警又对周围环境进行了仔细检查 以防止二次火灾事故的发生 同时民警现场向围观巡述 进行了防火安全宣传教育 几乎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消防安全领事 民警提示 冬天使用空调、驱暖器、热水袋等 驱暖设备时 要格外注意用电安全 首先应当选择正规厂家生产 带有合格证的驱暖设备 卸物贪图便宜购买三无产品 其次不要长时间连续使用虚暖设备 避免因陷入短路引发豪宅 此外扬成人走关键的良好用电习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